HELLO 大家好 我是瘦子 非常緊張 第一次當導師 然後不知道等一下進去 他們會不會不歡迎我 為什麼要開玩笑 希望就是整個過程中 我也是很愉快的 然後可以跟大家聊聊天這樣子 希望可以多認識一些年輕的 喜歡音樂的人 謝謝大家 很緊張 很緊張 HELLO 哈囉 下次是誰 今天問我要坐在哪裡 隨興坐 先生還有誰 大家好 你好 今天過得還好吧 很棒 我今天要講的 講的主題是表演 那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彩排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 其實有時候你們現在表演來講的話 通常其實尤其是唱腦舌 我覺得最可怕的噩夢就是監聽 彩排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監聽 那你在聽你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像我自己習慣就是我會比較在意小谷 因為其實大谷來講的話 其實小谷的拍子比較固定 所以原則上你找到一個最熟悉的聲音 比如就是Snap的聲音 啪啪那個聲音 就是跟著它 所以你在彩排的時候 你要必須去告訴你的 Soundman 你需要什麼東西大聲一點 什麼東西小聲一點的時候 這時候效果就會講說 我需要小谷再大一點 那其實所有的聲音在 Soundman那邊 都是可以設定的 如果你覺得你的小谷的聲音不夠亮 它悶悶的 你也是可以要求它去調整的 對 那其實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們比較年輕剛才的表演的時候 你會不好意思去要求太多的東西 對 可是我覺得 慢慢去熟悉自己需要的東西 然後去 告訴專業的人員來幫你協助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畢竟 他們雖然年輕人上班 可是你表演砸了 是你自己的招牌 如果不好 他們不會負這個責任 他們就是下班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好意識一點 這樣子 對 這是閨銘監聽的部分 你們會在現場上 覺得唱到就是 Soundman 然後沒有聲音 上氣不下氣過 你會嗎 你會嗎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常見的 就是很多 尤其唱到我實在是講 因為原則上我們都會很Tern 然後音樂很High 所以你表演的時候 你可能很來風 你看到觀眾很興奮 你也會跟人興奮起來 但是就是 永遠要記住 就是你在台上的聲音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不要唱到你不知道你現在唱出來外面聽起來的聲音是怎樣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我講我自己的方法好了 我會有三種聲音 我自己習慣性的三種聲音 三種發聲的方式 可能就是低一點的 然後可能再高一點的 然後可能再 可能就是 就是沙啞一點的 這是 你在裝腔的一個習慣 對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擴大我的注視就像鮮硬樹式劍 這是一個聲音 然後你可能會想要把它變得更高一點 我擴大我的注視就像鮮硬樹式劍 你會再拉高一點 然後你可能想要再做沙啞一點之類的 你要去記住你在唱出來的時候 它是長那個樣子 你在表演的時候 你腦子裡面有一個東西要維持 就是你要保持在那個樣子 你要去記住那個聲音的狀態 然後你在表演的時候 不管你的身體在怎麼興奮 你在怎麼跳 在怎麼嗨 你不要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態 去影響到你的聲音 就是這是一個心靈的修煉 你可能會很喘 可是你還是要去 這我覺得可以在家裡練習 因為觀眾他有資格全嗨 我們是表演者 我們不能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全嗨了 我們會把我們的聲音 就是弄得不夠專業 所以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給你感覺是我們很嗨 我們好好跟你們一樣 但是我們不一樣 是我們要記住我們聲音的控制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們在寫歌的時候 你們就要先把換氣一點 去設定得很清楚 你要make sure 你每一次唸的時候 都在同一個地方換氣 比較簡單的押韻的話 都還算簡單 可是像如果有些人 在玩一些三連音的東西 彈射的東西 就要去非常去注意 就是也許你錄音的時候 你可以重複很多次 但是你要去思考就是說 當我現場要唱這樣的verse的時候 我會在哪裡換氣 這是確保你可以在台上 很high的時候 你的換氣點都還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保持住你聲音的品質 都還在那個狀態裡面 大概如此 台表演的save 你們現在的表演最長 差不多多長 半小時 哪一個人 有半小時過的 未來你們一定會表演 越來越長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要一個 完整的演唱會 可能一個小時半 兩個小時之類的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部電影的長度 它是很長的 所以你在排歌單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 就是觀眾的聽感問題 就是我聽起來 你想要這部電影的走向是像什麼樣子 可以去設計 那它有一個 就是有點高低起伏 它是一個氣氛 然後一方面也是你要去設計一些地方讓你自己休息的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那你卡拉通常是怎麼安排 就是用去人生還是你甚至是原因什麼 還是你會看表演的地方 這問題很棒 我比較是看 那個 音樂的本身 的樣子 因為像有些音樂它可能就是 我本來在錄的時候它就是一個 因為像錄的時候你可以疊兩軌錄 就是你聲音是可以錄兩道疊在裡面 所以你在聽的時候 聽感上的聲音會比較厚實 對 因為像我的聲音就是比較扁一點的 我沒有那麼厚 所以像我錄了一些歌 我需要厚實一點的時候 我會錄兩軌進去 但是你知道你現場的效果 你絕對沒有辦法做到錄音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就會讓我的人生後面 可能就拉一半的音量在後面 for這首歌 對 可是像有一些歌是比較空的 它的beat就是比較空 它可能就是 就是只有大鼓跟小鼓 然後一點點而弦在走的時候 我會有時候就拉到很小 甚至不開 就是原因 因為像這樣的表演的時候 是比較著重在於 你唸每一個字它的感情 是給人家的感覺是有共鳴的 對 所以說 我反而像這樣的比較 比較溫和一點的表演的時候 我就會讓我的聲音全部出來 就讓它聽到我完整我的聲音 那可能有些歌比較high一點的 或是比較兇一點的 它可能需要一個厚度的時候 我可能 我可能後面的backing 就會拉大一點點 原來玩同的FOOG 幾乎是全開的 好像很多人在意說 FOOG的car如果全開 這算不算對嘴 這個問題 其實蠻有趣的 我覺得 我在思考這整件事情 我會覺得它就是一個表演 我當然我FOOG我會唱 但是我只是把音量全開 我不是在對嘴 但是我會覺得 優先考慮到是 你觀眾的感覺是好或壞 講難聽一點 你今天 你FOOG如果你不開那麼大 你要堅持自己唱 它就是比你錄音出來的東西難聽 老實講就是這樣 它就是絕對比你錄音出來的東西還要難聽 就是沒有那個厚度 可是現場的人都是花門票間來看你表演 每一個人都花門票間來看你表演 我們有我們的責任 應該要給它一個最好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基於這樣的思考的邏輯 去安排你的秀 要求什麼 怎麼去調整你的cut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 這是我的方式 我在意是整個秀的整體的感覺 對 有人要唱歌嗎? 女生可以嗎? 大家好 再來一次 好好喝 這樣吧 我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 沒有例外 起床就是上下班 每天都要面對一群小王八蛋 有些被我外表嚇到哭 有些擋住我的去路想霸戰 我的笑裡隔光愛 用力揍我的頭 超出乳乘我的手套 我還以為 我在外面有欠债 這些小王八蛋根本就是變態 你們不知道 你們絕對不知道 常常熱到不能哭氣 還要繼續跳 人受小孩尖叫 讓人的不禮貌 最不爽的就是不爽了 還只能陪笑 就算受到欺壓 也得自己消化 我已經受夠了 一顆微尊的文化 我的外表在笑內心已經快爆炸 我把偶頭拿下準備大聲罵 厲害厲害 我看了我自己也很害羞 太近了 太近了 你會有點不好意思 對著我的眼睛唱什麼歌 因為我看你在看地方 有一點 試試看一下是找一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你真的看著他的眼睛唱完這首歌 如果你在表演的時候 跟你的觀眾對到眼 其實對觀眾來講是很powerful 有時候就是你唱演唱的時候 你就對著一個人的眼睛 我就會一直看著你 然後可能就是30秒的時間 我就是這段 我這段Verse就是給你了 對 那個人回去他一定會買你第二張票 真的 真的 我叫ASKID 就是屁孩的英文 噢 Crossed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penny boy 拿著噴氣關在城市穿鎖 寫下我的名字讓他們記得我 You know my name ASKID Rap like easy Ball like swampy Grap like bankruptcy I'm a ASKID 想我屁孩 歷史會期待 外眾期待 Beat like花洋圈塞 這上雷財 破開台北的霧霾 太多腦的無賴 這全自都被毒害 I 有沒有搞完I 不 我有的是搞完I A double S A K I G Yellow mind M M Foxed with me A double S A K I G Foxed gone down Never keep me lowkey A double S A K I G 那個麥克風不要那個包組 對不對 因為那是一個就是嘻哈的迷思 就是你要整個這樣 可是其實那個 它會讓你聲音變悶 對對對 它會讓你聲音變悶 那如果你的聲音 原本就不亮的話會 其實是 是不好的 對不對 正常來講我們 我們的聲音就是一首歌裡面的樂器 我們就是中 中品 高品 那我們地平就是要留給鼓 對 所以我們盡量是可以讓自己的聲音是亮的 就是你在聽你自己的聲音是亮的 這樣子 整個音樂的平衡才會是正確的 對 Yeah Yeah Digo Shin TC A A A 你們等著看 我慢慢超越你怎麼辦 這個亂真的爛的幹 我是大茶 你是冷的飯 So quick 別真的畢生的功力爛 你們看錯一腳痛氣 發動一頭提爛 像風一般 只要吃亮 絕對不是空氣 I'm ready 共同的病理 不管好的話呢 全都擠了你的心理快樂 都不見你總是變得體積平高 都說一種多事對我們台語 不管再次來比 I'm going to fuck it down Gust it beat the goal I say now What's my name Vegos 2018 恭喜計畫 All the way up GTI 一直過五關 現在過三種 球都滿紅的套 2018 他會贏吧 他那個氣勢太... 還有蠻多的 還有蠻多的 我喜歡就是 就是你那種 下巴 這樣看人的時候 那種感覺很帥 夠球 對 夠球 其實這樣很好 手指哥你好 我叫柯毛萬 我2015 我在扛起來的時候 有一個 我知道 我跟我這樣 那時候 我想看你演唱會 我說我想辦自己演唱會 所以我昨天在哪個夜店辦 我覺得很理智 跟你講一下 恭喜恭喜 啊 啊 啊 在這房道 卻有點寂寞 不斷尋找活動 卻難以寄託 唯一一個失措 在那裡敲打 生自己的時候 心頭在焦髮 心頭在焦髮 心頭在那北地地路 做的頭都有點混 霜的高 嘴邊的都有點笨 還在跑的 只剩的精神 何時才能 帶著你一起出奔 因為你我才能爬家 所有看出所有曾經 所有曾經都隨機 都隨便去哪個重新來過 在睡你房子裡面光著燈 閉著眼睛 卻能夠望著天 想了想想媽媽 都給我打來 是不是吃了飽 可是其實還是你讓人拍 做哪個沒有 睡著笑的笑 只能連到你了 在海裡光著跳 是 其實我有問題 就是你看我剛才高低音轉換 我那個低音會不會太低 有點低 怎麼辦 氣太多了 就是你吐太多氣出來 就是你低音的時候 你吐太多氣出來 好 就起來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覺得看到Eso我很開心 很開心又可以跟他再見面 下次他邀請我去演唱會 我會去 我說當gast的話 Cue起來Eso 我覺得因為對比賽也講太快 我很來不及消化 但是我覺得對於以後 絕對有幫助 對 可以慢慢再消化慢慢練習 看到他真的很開心 都不知道剛剛說什麼 就太開心 因為我喜歡他很久 我目前準備應該差不多 雖然我唱的有些是之前前幾人唱過 然後尤其上禮拜 我整個大忘詞就 很不好意思 我這次想要把他唱回來 我 我就真的覺得很喜歡他 而且 我高中的時候 我有個好朋友 他就推薦我 國蛋跟蛋堡 然後我跟他說 他們都沒有Eso強 就是我是真正的同事 對 所以 沒有但是那是 那時候我不懂事的時候 對 所以這一段可以卡掉 我都有記得每個老師 我學到 那個 Julia他特別 讓我有印象是 他說要唱歌 練唱歌 就像 別人練琴一樣 他是很認真的在練 那蛋堡他有一個 很特別要講的 就是 他說我們文字的選用 要展現你的品質 你不要什麼運都想壓 在那之後又有創作兩首歌 是有幫助的 就是 我會特別想說 我不要都要壓運 文字要有品質 然後那個Eso的話 我感覺他剛剛講到很多表演細節 就感覺他真的很專業這樣 很爽啊 剛剛拍照的時候 他這樣 把我拉過來 就 就 不要忘詞就好了 反正我也打不過他們 我就 唱爽就好了 非常的亢奮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看到我們這個偶像 沒有包袱的這些 坐在我們前面 分享表演的經驗 讓我們這群 小屁孩聽 非常的有意義 你真的可以 體會到 專業饒舌歌手 跟 小屁孩饒舌歌手的差別 那我也會繼續朝著 專業饒舌歌手之路 邁進 看很多選手 好像都是有什麼影像檔的 是不是 我告訴你們 這是饒舌比賽 這是饒舌比賽啊 不要咄咄逼人欸 奇怪 大家搞影像就好啦 奇怪 但不要唱好舌 搞影像就好了 下一個人 沒辦法 就是 雖然是一種罪 那我罪該萬死 準備了還不錯 然後 我有找一個 蠻屌的人 來 跟我一起唱 這應該是我從 先年剛開始 饒舌加編曲 最屌的表演吧 我也沒有想說要 拿第一名幹嘛 因為我覺得那個名次都是齊次 然後我只是想要做一個好的表演 然後我有請跳舞的舞者 然後我有請你們幫我做動畫 那動畫也還不錯 對吧 抱歉了大寶 可是我老實的唱的沒有你 也沒有你差的啊 對啊 我覺得很棒啊 我剛剛想的太囂張了 只是 我想要做一個效果而已 其實 沒有 沒有其實 其實我很緊張啊 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都很屌 就是大家厲害一點都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 登山有功練辦 又現在的比賽辦的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你感受到很多細節都是很有心 包含說 很多攝影的團隊 就是他們從早跟到晚 還有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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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他們也是一整天的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就是有付什麼 參加的費用什麼都沒有 然後又收到很多的資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想要感謝所有人 對 心情很開心啊 因為 頑童應該是大家聽眾的饒舌 就是算很早會接觸到的 所以 那個時候大家都馬是頑童的粉絲 所以就很 很興奮 而且他真的很專業 講很多 就是他那麼久的表演經驗以來 就是 學到的東西 然後剛剛都跟我們講 然後覺得 會議兩頓 我自己蠻期待的 因為我有跟我們整個錯頻工作室 一起製作我們的影像 然後感覺舞台效果應該很棒 然後 我會很爽 坐下 然後我們都會做的 我們去找更多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次行 我們可以再次點一個 我們會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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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做的事情